大家好,我是四方克 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德国的圣诞书传统 还有怎么做这个好吃的Vanilla Kipferl 还有这个小朋友 一个德国传统是 12月的时候,圣诞节前做饼干 今天我们一起做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德国最有名的饼干之一叫Vanilla Kipferl 所谓Vanilla就是香草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叫Ymir 是一个雪人 我们今天要烤一个雪人 也可以说是一个蛋糕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传统的饼干 但是一个很可爱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这是我们用的材料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面团 人造黄油 白糖 香草糖 还有一个鸡蛋 然后搅一搅 面粉 点粉 泡打粉 然后搅一搅 现在我们用这个木具 然后把点仁造黄油放在里面 放在一起 现在让它倒立 然后我们可以把棉团放在雪人里 把它放在烤箱里 160度让雪人烤一烤 再见 现在可以看看雪人是不是已经烤好了 现在可以让它10分钟冷却 所以做饼干的时候 最后穿一个厨房围裙 因为你不要让你的好的衣服脏了啊 所以这样我们准备好了 然后现在可以做Vanile Kipfer 另外一种饼干 我们准备Vanile Kipfer的面团 我们加糖 我们加杏仁粉 面粉 白糖 一点盐 两个蛋黄 人造黄油 然后香草 现在可以用这个厨具 现在用手揉一揉 还要加一点面粉 现在我们做了两个面团香肠 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这样 就唯有保鲜膜 好 现在Emile已经冷却了 现在可以让Emile的皮皮 切下 哎呀 痛 好 现在翻身 哈 哇 我们可以继续做这个Vanile Kipfer 我们用这个木具 这不是必须的 也可以自己做 我把一点面粉放在这个木具上 可以更容易拿出 从冰箱里拿出这个面团 然后把一点面粉放在上面 现在让这个扁皮手 硬的 现在这个是一个小小床 这样 不要太大 如果 你们没有这样的木具 也没关系 可以自己做 差不多的样子 然后这样放在烤箱里 也可以 好 它们比较大 可以把Vanile Kipfer 可以放在烤箱里 还有这个 四个盆子也是 然后175度 再煎 一秒钟在冰箱里冷却 我们的Vanile Kipfer 烤好了 那个木具 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四个盆子 也可以拿出 它们可以在这里冷却 好的Vanile Kipfer 都冷却了 现在最后一步 是我们把它们放在这个 有香草糖和白糖的碗里 然后可以把它们放在什么 最好可爱的饼干罐里 好很简单 让它们周围都有一点糖 然后放在这里 好的现在我们可以 准备好一米 现在它比较浓 虽然当然是白色的 在这个盒子上 它们用 椰色 我们今天不要用椰色 我们可以试一试用 汤粉 如果没有成功 嗯 没办法 要新的拿一面 汤粉加一点点水 可以沾东西 葡萄干 当它的眼睛 鼻子 很好 嗯 还有足音呢 我觉得非常成功 有 耶米尔很帅 好 现在我非常非常小心的 给耶米尔绑架 今天我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德国人怎么装饰圣诞树 当然谁都喜欢不一样的装饰品 有不一样的风格 我今天用的装饰品是比较传统的 是红色的和金色的 德国人一般用装饰品和仙女灯 装饰圣诞树 最常见的是这样的 Veinachtskugeln 圣诞树 18和19世纪中 德国人还是用比较多吃的东西装饰圣诞树 比如说煎果呀 甜品呀 水果呀 等等 我们用这样的仙女灯 好了 仙女灯弄好了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小地毯 可以放在 在圣诞树下面 每个圣诞树上面 有一个这样的小东西 这样可以挂在 圣诞树上 那个圣诞树上面 非常快可以破坏啊 所以第一个加点就破坏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把同样的圣诞树 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不要都放在一起当然 然后我们还要加一些金色的 还有别的装饰品 不是圣诞球 比如说圣诞老人 或者什么别的玻璃的东西 小心这样的 还有星星 有很多不一样的 或者鸟 也可以用这样的东西 这是自己做的 有天蛇 星星 还有圣诞树 还有人喜欢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圣诞树上面 如果喜欢真的拉住可以用这样的东西 拉住然后可以放这样放在树上 可以放在圣诞树上 Kipfer是一种有半月形状的被烤饰品 对来源有几个猜测 一个是Kipfer是被一个巴登面包家发明的 另外一个是Kipfer是在维也纳战役后 为了嘲笑那个奥斯曼帝国去上的一万新月发明的 但是没有文件证明这个猜测 有可能在18世纪 因为Mari Antoinette去法国的时候 把这个Kipfer带到了法国 然后是九十季末 变成了法式的羊角面包 德国对圣诞节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 叫 有的德国的地区还有特别的传统 但是大多传统是什么地区都有的 有的传统的起源是基督教之前的 然后和基督教文化融合起来了 比如说热尔曼民族 很久以前就有一个节日叫Julefest 是差不多在冬至和春节之间的 现在在很多北欧国家 圣诞节的名字还是Jule 现在很多德国人 虽然不是基督徒 但是还是过圣诞节 圣诞树是Deutsche Weihnachten 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把长律植物放在房子里 是一个在很多民族 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传统 是一个永生的象征 在15世纪中 在德国 就有在圣诞节 买一棵树的人 但是从18世纪初开始 那个传统有了越流行 关于德国文学 第一次提到 圣诞树是在哥德的 D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li 在十九世纪中 从德国到美国的移民 他们把那个圣诞树传统 带到了美国 每年德国人 买进三千万颗圣诞树 我今天还想给你们介绍一下 德国可能最有名的圣诞节歌 那首歌叫 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 是1818年首次演书的 是由Franc Huber 普曲Yosef Mohr做词的 现在那首歌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圣诞节 歌之一 被翻译成320种语言 一个很有名的叫Weinacht Frieden的事件 是一战争发生的 在1914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英国和德国的军人停止战争 因为有圣诞节 他们就会聊天 互相送给小礼物 而且一起唱了那首歌 这天后他们继续开战 是一战争的 谢谢大家 祝你们圣诞节快乐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 欢迎你们关注、分享或者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